想看一下109号值多少钱 这是一个平民有梦想的109级号啊 这看老板缺啥 帽子十顿月亮杀套挺好 香料也不错 老板这身月亮杀套不错啊 可惜不不能凑够五架五架能变身三件家属性 缺衣服缺鞋 老板109大藤官府 人修的话是一个850块钱 宠修的话能加上350块钱 服务技能强壮神速不加钱 师门技能的话也是满的 还算不错 称谓的话没有三件为尊妙 需要有这样号的话能能看出来 是不是自己玩的有感情那种号啊 就是从头到尾啊 都是自己在弄啊 锦衣和限量强水没有 宝宝格子也不够啊 这号的话 这号时间应该不长的 自己玩应该玩了四个月左右啊 成长历程 梦幻游记 老板一玩玩了八年是吗啊 我可以不解释啊 玩了八年玩这种号啊 说明老板一力啊 一智力坚强啊 能忍受一个不是很特别完美的自己 一忍就是八年啊 而且八年中生活中没有太大的奇遇 就八年中比如说收到了大量的压岁钱啊 对不对 工作啊 收到了什么大量的年终奖啊 对不对 或者是出一个女朋友 跟女朋友分手了 任何现实里的任何事情 我都 我觉得都能导致游戏里的啊 这个大转变 你八年一住继续网 玩这种稳定的号 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要不然这号就是自己买的 如果真的是自己练的话 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八年中能不忘初心啊 不容易 十段宝石的月亮刹帽子啊 能卖上一个850块钱 腰带的话能卖上一个700啊 啊 七一千五百五十 项链的话215加9啊 这项链灵力还是高的 能卖上850块钱啊 衣服的话 盘丝动家 盘丝镇加力量啊 200块钱 武器的话看 九段宝石到不到640 590除以3加412啊 啊 608啊 算了吧 300块钱不到啊 鞋子的话差不多能卖上一个200啊 500块钱 灵式的话200加100 300啊 这个灵式的话也是一个300以内给250 戒指100啊 耳式的话能卖上一个450550块钱 这只宝宝的话是一个5技能变异的 5技能变异的吸烟鬼和一个4技能高资质的极限鬼将 你们选哪个 还是选吸烟鬼的兄弟会多一点吧 嗯 因为技能还要多 嗯 技能还有多啊 衣服为啥是死断呢 这个衣服为啥是死断啊 这衣服不是拔断吗 啊 我觉得比4技能变异 自制极限鬼将21.279 1600的工资的还是稍微好一点 鬼将极限4技能全红差不多1213 这是吸血鬼的话差不多1415啊 加宝布装备给1700啊 1700 加550 加250 再加300 再加500 再加200 加850 再加1550 再加1550 再加850 老板你告诉我是你买的哈啊 老板表面上你的号估价估了七言三 但是你拆个卖卖卖卖的话 有我心赏不到的期节加上括号 这种价格是买不到的差不多能卖上9000块钱左右吧 肯定会少估 老板说啊 这个号是他一直玩的